2022年最后一天 乌克兰的天空响起了炮击声 连串声响后 基辅一处住宅区的房屋全被炸毁 地上也被炸出个大洞 火焰也还没完全被扑灭 已经赶到现场的救难人员 正在急忙抢救伤患 就在全世界准备迎接新年时 俄罗斯再度对乌克兰 发动大规模飞弹攻击 三十一号首都基辅传出了十起爆炸声响 基辅市长指出 这次的空袭导致至少一人死亡 二十人受伤 有民众提到当时的情况人心有余悸 南部大城尼古拉耶夫同样遭到攻击 造成至少六人挂踩 乌克兰总统泽勒斯基 在新年审讯讲话中 痛批俄罗斯与魔鬼勾结 至于俄罗斯官媒三十一号 则波印了总统普丁的新年谈话 普丁呼吁俄罗斯人民团结一致 支持在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士兵 还猛烈抨击西方国家说谎 普丁说西方国家把俄罗斯逼到墙角 但他强调俄罗斯将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另一方面尽管乌克兰跟俄罗斯 在外交谈判上没有任何进展 不过三十一号双方再度进行换服 总共有超过两百人获释 华人新闻综合报道